好,各位,我们今天来讲道德经51章 这一章有哲学兴趣的人 大家就会非常的happy,非常的兴奋 一开始,道生之,得序之,物行之,事成之 有没有事成相似啊 有没有像亚里斯多德的 亚里斯多德的 行事,财食,动力,还有一个叫什么 目的,目的音,形式,材质,跟动力 好像这样,我不曉得,我忘记了 古代的人,古人,他会思考这种 宇宙万物的本质是什么 然后呢,为什么会有这个世界上 纷纭复杂的现象出来呢 每一个现象都是这种特色啊 男生啊,女生啊,对不对 大象啊,那个老鼠啊 都那特色,每一种特色,每一种差异 都是德,就是我们古代用术有 道跟德是两个概念 你可以说是本体论跟宇宙论啊 久年轻的时候,我们老是这样讲 我就觉得震撼啊 道家里面的道德跟儒家的道德不一样 儒家的道德是指德性的东西 道家的道是本体的概念 本体论跟宇宙论 这世界上最根本的核心是什么 为什么会从这个根本的核心 演变成这个世界的纷纭,变化的万事万物呢 你看,佛经也常常谈这个啊 我们这个现代科学也是啊 什么跨子,什么子,原子,什么子类 暗物质,什么物质,哦 也都在解答 最基本的东西是什么 这个最基本的东西怎么演变成这个世界的这样子啊 解释的现象可能不一样 我们现在物理的解释可能更predictable 可预期性manipulate 可操作性就这样子而已啊 那发问的模式是一样啊 只是它的解答看起来更合乎所谓的数学模式啊 更合乎所谓的我们现在的科学模式啊 那是回答的方式不一样啊 但对问题追求的本质的结构是一样的 其实这个更有趣啊 为什么人活着就一定问整个问题 对 基本上你会看我的东西 你如果读老子、读庄子 或者喜欢读哲学 大概生命中都会有这种纯纯欲动吧 这个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呢 什么是意义呢 什么是价值呢 啪啦啪啦的 好 那那么一样嘛 当你有最原始的东西 本质的东西 然后有分移问向的东西 它怎么出 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啊 有这种物质嘛 对不对 那这个是什么 动因 动力 动力 动力推动它 你要是用亚里斯多德干人 这个叫形式 这个叫材质 有形式 有材质 然后动力 所以你看佛经怎么讲 佛经讲大四字 有没有 大四字菩萨 为什么叫大四字 是啊 强大的动力 强大的推进力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就是动力因嘛 就是这样子 古代人都这么想 古代人都这么想 其实我们现在还这么想 解释的方法不一样 其实整个哲学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你说宗教也是啊 对不对 佛教也 佛教也用他们的那一套思维模式来解释这个东西 宗教基本上也是这样 那不管 惯悟莫不尊道而贵德 这个概念 顺着人性的这种追问 我们一定说 人 那人有没有什么更根本的本质 解释这个什么更根本本质的问题 对我而言 哪是哪在我们跟这个根本的本质之间 如何打交道 哪是哪在这边啊 人生在世 要嘛你相信有根本的本质 要嘛你不要相信 真的 我觉得我也不强迫你相信 要嘛你相信 要嘛你不相信 你不相信就 你不相信这个东西 你人生未必 你很难找到价值跟定位 你活着会很辛苦 我不能这么讲 对 你没有价值跟意义你怎么办 对 到底这样做好那样做也很好 不知道 凭感觉凭兴趣 哎 感觉跟兴趣才是最容易变的 对不对 你昨天喜欢吃巧克力蛋糕 今天未必喜欢 对 就这样做 什么有没有什么更根本 更本质的东西 我如何跟这个 更根本 更本质的东西打交道 这个东西啊 所以叫修行 谈修行 谈认知跟理解啊 都是这样子 这个 这个 认知如何 人跟他之间 人跟道之间 是个什么样的关系 就会是这样子 这两句其实都不用理解啦 就是不断对这个东西解释而已嘛 道之尊 德之贵 啪啦啪啦的 道生之德 掌育之 怎么样怎么样 就这样子 好不管 我们把这个东西 称之为玄德 我现在开始要讲我讲的 人 跟玄德之间的关系 如何可能 传统文化跟现在的西方 我们所认识的哲学 跟本体论有什么差别 就是这样子 你怎么认识这个东西的问题 你怎么理解它 传统的就是理解 其实有点点像读书啦 我们读诗啊 抽象推理思辨啊 没有 就像这样子啦 抽象啊 推理思辨啊 逻辑的啊 这是我们叫做自信的推理思辨的 但你也不要讲广义的东方 传统文化当中 我们跟真理之间不一定是逻辑推理的 而是生命的实践 生命的实践就是这样子 谈恋爱是什么感觉 你知道谈恋爱的感觉吗 这个你书读破头了没有用 谈一次的就知道 其实有道理的 讲谎话会不会难过 讲过谎话才知道 老太婆跌倒的帮助她 是不是用得性的快乐 帮助了才知道 理性的推理 没有办法真正的理解 没有办法真正的理解 换句话说 对老子而言 我们跟道之间的关系 理解是没有用的 更重要的是一种实践的过程 那老子的实践过程 那个书上就很多啦 中啊 近啊 下啦 安静 谦虚 退让 你要去做这些动作 你要去做这些东西 你才能够理解 道家所讲的道 跟你之间的密切的关系 这个要怎么讲 谈过恋爱才知道 我的生命有恋爱的能力 原来你可以爱一个人 对不对 原来你可以爱成这样子 当你被背叛了之后 你可以痛成这样子 这要爱过的才知道 生命中原来有这个东西 道啦 得啦 重镜下 谦虚啦 忍让啦 反者道自动 道家讲的这个东西 你有 你懂 但要去实践它 实践它就像骑脚踏车 我要骑骑骑骑 练习练习 有一天就会了 我谈天爱也是这样 谈进去了就有 你透过道家跟你讲的那些方法 去练习 道家讲的那个生命的智慧 就会在你生命中里面 然后你会骑脚踏车之后 你会骑脚踏车之后 你要到另一个地方 你的考量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以前只能用走路 你的思考只能用走路思考 你会骑脚踏车就不一样 不管是方向目的都会产生变化 对不对 一样 道 而且注意 道是生命中的根本原则 道是生命中的根本原则 不但不会出问题 你活得安稳 活得实在 因为你生命是跟道体结合的 至少传统是这一套 你信不信 那是一回事 所以这个叫玄德 道是什么东西 生而不有 为而不是 长而不宅 他不会跳在上面跟你说 你是我创造的 他不会跟我说 你是我怎么样 不会 这就是 他在你生命里面 你用你的生命去实践他 就这样而已 他不是一个在外面的东西命令着你 他是你生命中有的 但是你的个体可以实践他 可以把他的特色表达出来 就是这样子 叫玄德 很玄很难 不是有一个叫道的东西吗 那我跟道的关系是什么 搞到最后是他是在我里面 我可以展现他 我可以展现他 到底他比较大还是我比较大 你不要管 这叫玄德 这有什么了不起 你肚子饿了会不会吃 你会不会去想说 那到底吃饭这个事情 是在我里面呢 在我暧昧 为什么吃饭命令我吃 我就要吃 饿了就吃 那 传统文化也喜欢讲这个 有道理啊 你生命中有那种感觉 那个感觉叫你这样做 你就这样做 重点是 你跟那个感觉之间的理解 是不是真的火火到了 最谈修行 谈修为 火火 你对那个理解是不是到位了 那个理解的到位 不能说理智的思辨无用 我现在就是跟你做理智的思辨 跟你讲半天 但真正的感受在于实践 就是我们读老子里面 真的要去理解 你读老子里面讲 中啊 近啊 下啊 谦虚啊 退让啊 干嘛 试看看 做看看 鸭齿咬的做看看 你必须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你对他的理解 或者他在你生命中 应该有的东西才能够长出来 就跟起脚的时候一样 就跟谈恋爱一样啊 没谈恋爱过 你失恋的时候怎么知道那种痛 对不对 讲不来的啊 原来人有痛的能力哦 你就知道 原来我可以痛 原来痛是这样子哦 原来我有道的能力 原来我有生出道的能力 原来我能够长出来 我能够实践啊 对不对 我能够实践到啊 就像原来我会痛一样啊 因为他失恋 你怎么都要痛啊 原则就是这样子 OK 好我们讲到这边 谢谢各位